Hello 大家好 市場又是有些令人意外 想不到就跟上個星期一樣 一開局就跌成五百多點 上個星期就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四天都升回了 那麼今個星期會不會重複一樣 又是開手跌 接著升回了 就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有直播率的 空間OK的 如果你說星期一 星期二已經跌了五百點 未來三天升回五百點上去的話 如果你做衍生工具的話就夠肉食了 但是資金普遍都是比較歡迎回到新股那裏 你看到京東健康 甚至乎接下來是南月亮 我想表現都不錯的 所以暫時的資金我想都是短炒為主 即是博步一些位置 如果不是的 防守性多一點的話 都可能是回到新股那裏 至於你說新經濟 舊經濟 其實現在都很飄的 新經濟股受到京東健康 就做好一點點 但是可不可以持續到呢 現在都是一個移民 而舊經濟股受到一些制裁的影響 其實升了一陣之後 都開始腳軟走不了 所以我想這些資金 都會繼續謹慎 佈一些位置 例如恒指二萬六千二百點 不妨博下反彈 去到二萬六千八百點 就轉回手做淡 新股仍然是熱炒的 那些新股想抽的話 可以繼續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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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